高雄下豪大雨造成淹水災情 不但道路崩塌大水淹禁民宅 马路变成水陆 水淹家园高雄民众苦不堪言 但在网路上却有人po出这张地图 嘲讽说这是新的台湾地图 看看网友po的这张地图 左下角缺了一大块 讽刺的是全都变成海水的蓝色 对照正确的台湾地图 缺少的旧市南台湾 也就是淹水最惨重的区块 只是不少高雄人看到这样的地图 觉得根本在消费灾区 在这个时候不需要酸言酸语 这个人的心态就是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玩笑 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 还在伤口上撒盐 消费高雄的行为实在不妥当 但也有人说 这样是不是散播不使谣言 会不会触发 台南 高雄 屏东等地区 都被水淹没了 我相信这不是网友 他能够做出来的 所以在纵使你合成这些图片 其实在法律上 他并没有去限制说 你这样的行为 律师说这样的图片 因为没有影响他人的身体自由 和财产安全 因此不算散播不使谣言 没有触犯刑法 只是破出这样的图片 看在南台湾民众的眼里 真的滋味不好受 三星云天居导黄嘉宾 高雄报道